沒有人可以代替蔡總統發言 蔡總統是不是就像昨天早上的 11點15分一樣出來發言就好了 到底現在目前的考慮是 如果中執會 他延後初選 如果中執會他取消初選 如果中執會 他完全不延後也不取消 那我蔡總統 我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蔡英文 我到底要怎麼做 你跟大家說清楚就好 大家記不記得 先前就有一個新聞是上報的 他說蔡英文總統在4月1號 又是愚人節那一天 他跟五人小組在會面的時候 有講到說這個初選有問題 請問的是我提名的行政院長 那一篇報導寫的言之作作 寫的人是資深的記者 結果寫完之後 總統府也是出來 用這樣子的三點跟大家講 有關上報的報導內容 諸多與事實不符 也是諸多 也不是百分之百 也不是百分之五十 那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個上報所講的 這一些初選當中的 權責的漢格跟初選 進行以後造成的國家運作的問題 不就是昨天蔡英文總統的新聞 那個記者會的內容嗎 所以你現在反過來看說 被否認的這個新聞 也沒有完全說它是假新聞 甚至沒有叫這個新聞處理中心 去假新聞罰三天 沒有 口頭表述 這個不對的事情 後來被證明 好像還滿對的 現在昨天晚上 又講說如果還要這樣走 沒有要延後 也沒有取到初選 要讓蔡總統的這個難處 繼續的往死底鑽 那對不起 蔡總統說不定 最後沒有辦法的辦法 只好退出民進黨 我今天早上開廣播call in 還有人講說 這樣他就沒辦法做總統 我就說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你想太多了 他是總統 他不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武黨級總統 對 所以還有人講說 剛好武黨配武黨 蔡克配就對不對 二一天做午剛剛好 所以運作 政治眼前一寸皆是迷霧 只有波雲見智才能看得清楚 現在目前大家看不清楚 我現在講話這個同時 我們錄影同時 我還不知道中指揮 最後做什麼決定 今天又出現了幾個新聞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脈絡現在非常清楚 大家都是在拉高談判的籌碼 非常非常清楚的脈絡 我就直接跟大家說 我相信不是蔡總統本人 可是剛剛我所講的 上報的4月1號的獨家 說蔡總統對於 要跟賴清德初選 覺得非常的為難這個事情 顯然是挺鷹派的人 告訴他的 先告訴你 這是棒子 你還要繼續下去 請得 再來 再來就撞下去 你要初選過了 我可以報王條款 你要繼續往下走的話 我可以終止選舉 或是延長初選 開臨時全代會 又直接徵召別人 現在總統出來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分兩階段講 我們先講這個部分 總統他所說的東西都合情 但是不合理 他所說的第一點 如果今天我跟我的行政院長 他是沒有講那麼白 但他那個論述的過程 大家去看全程的記者會內容 清德還是我所任命的行政院長 做最久的一個 你做最久 你把我弄下去 他是沒有講後面這一句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是太滿意 他也見指卓榮泰 提名是黨莊的事情 為什麼搞到今天這個程度 所以罵罵卓榮泰 點點賴清德 回頭是岸 還可以 還可以回來 如果你願意跟我蔡賴佩的話 我們可以協調 可是這個想法的同時 他提到一點非常重要 過去沒有說出過 而4月9號的早上11點 蔡英文總統 他在總統府開這個記者會 當然也有人說 總統開這種非國政的記者會 似乎不太適合在總統府內 這也是另外一個命題 的確是 可是他現在不是黨主席 沒有辦法回黨中央開記者會 是有其他方法 這個我們今天先不論 但他的內容很重要 他告訴你 他清楚的想法是 我是現任的總統 過去民進黨是在野黨的時候 那不一樣 過去民進黨是在野黨的話 大家就來比 現在是執政黨了 如果他沒有講那麼白 觀眾朋友我們必須講清楚 蔡英文總統 並沒有像我現在講的 這麼的直白跟露骨 可是他的意思你把它全部看完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初選 會造成我的現任總統 不是總統參選人 接下來政府運作會出現問題 從5月賴清德被提名之後 接下來我是總統 他是總統參選人 他被提名的我沒有 那還怎麼運作 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賴清德跟你講說 對不起 總統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憲政上他賦予你 三軍統帥 隔魁任命權 還有所有的國防外交 沒有被奪權 2020年的5月20號之前 蔡英文總統 不管他是否還會是總統 他就是可以行使他 憲法賦予他的權利 所以他也承諾說 如果我被提名的話 我不會去匕首畫腳 或是講東講西 我不會 那是他個人承諾 可是蔡總統擔心 好 這些擔心和情 就是賴清德是我栽培的 但是不合理 為什麼 我現在就講一句 很簡單的一句 蔡總統昨天所說的 這一些種種對於初選 可能造成國家運作的 這一些漢格 難道過去他沒有想到嗎 3月18號賴清德 去領表登記之後 4天以後 3月21 蔡英文總統去到了黨中的八樓 在領表登記的當時 他還笑笑的說 這個八樓以前 我當黨主席的時候 還因為承租不起 最後還沒有租 是我們打拚這幾年 把他租回來 黨工聽得都好感動 小英總統加油 是啊 你是訴諸以情 你是動之以情 那你要說之以理 那你為什麼去領表登記 如果今天蔡總統講的這幾點 都是對的 而且也合理 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民進黨要改名 叫做不要初選黨 因為凡是有初選就是失敗 這個我們在節目上講 總統也要求來用 2000年阿扁沒有初選 學習黨後來退了 因為林行榮把四季台灣改掉了 阿扁贏 2004年同額又贏 2008年項廷跟蘇文昌兩個人 打到轉移事實無法掩蓋涉案的事實 轉移焦點無法掩蓋涉案事 登了報紙 後來就跳破雲 跑去美國 還叫卓榮台去把蘇文昌勸回來 結果輸 2012年蔡英文跟蘇文昌輸 然後2016年贏 所以蔡總統講的沒有錯 兩點 第一個 他從來沒有確戰 可是這一次 他第一次確戰了 過去我沒有確戰記錄 可是這一次蔡總統你確戰了 第二個 過去民進黨所有 有過初選之後的總統大選都輸 蔡總統講的是事實 好 我就請教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有蔡總統 你身為1124之前的黨主席 你身為現在中華民國的總統 而且你是民進黨的 從政同志當中的最高的 在公職的在位者 你怎麼沒有趕快的 告訴卓榮台主席不可以初選 因為有初選一定會輸 所以在今年的3月18號之前 民進黨是想輸嗎 你辦得初選 你是想輸嗎 然後今天賴清德登記下去了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他要登記 那這也合理 賴清德已經登記了 3月18號 你為什麼過了4天 你也跑去登記 還說記者問他說 總統 趁你病要你命 賴清德 你要去南泰 趁這個機會 你是不是會覺得不公平 賴清德說他要暫停選舉 8天有沒有 觀眾朋友 我教你講 大家想起來 蔡總統怎麼講的 沒有需要 不需要 他信心滿滿 那個時候他認為不需要延後出選 也不需要賴清德停止出選的 所有活動 他信心滿滿的也參加了這個比賽 結果現在比賽比到一半以後 你怎麼打棒球 我明明是會投籃球 不要 呼呼的尊勝 這個比賽不要了 要沒收比賽了 所以蔡總統講的東西 我說合情 但是不合法理 你今天如果認為 一個執政黨的責任是在於 我不能夠亂 我不能夠換 你應該在賴清德登記的那一刻 你就大為驚訝 然後出來告訴大家 我不能登記跟他一起出選 因為會有這種漢格 所以我勸清德 我也勸黨中央 我們大家來談一談 不要辦出選 如果當時他當下這麼說 我覺得合理 因為蔡英文總統喜歡 她想得很清楚 可是不對 3月21的蔡英文 跟4月9號的蔡英文是兩個人 昨天的蔡英文總統所講的 每一件事情 321登記下去的那一刻 邏輯完全不通 狠狠打臉 4月9號的蔡英文 狠狠打臉3月21的蔡英文 如果她所講 昨天所講這些都是合理 而且有邏輯的話 她3月21號不應該去登記參選 所以遊戲規則擺在這裡 你應該要根據遊戲規則去走 而且你也登記參選 你也同意你要出選 然後現在慢慢的以為 可以搓成蔡賴佩 賴清德會同意 可是賴清德不同意以後 你現在翻桌了 不要玩了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了 民進黨還是不是民主進步黨 還民主嗎 還進步嗎 現在問題在這裡 因為為了要贏 我也把另外一邊 也稍微講一下 國民黨很可能也沒有出選 所以大家會講說 五十步 笑百步 還是有差別 因為國民黨根本還沒開始 根本還沒有人臨表登記 連公告都還沒有貼出來 所以一個政黨 要推最強的候選人這一點 然後為了勝選是責無旁貸 可是民進黨的這個局 以及這個遊戲 都已經進行下去了 賴清德顯然沒有要退 怎麼辦 現在就看 我們可能明天 還要再談這個話題 因為中指揮如果真的 沒收比賽了 或者是延長的初選 對 就是延後 暫時不會沒收 但是秀琳姐 延後比賽的意義在哪裡 第一個可能讓你的民調 繼續往下掉 然後之後我可以贏你了 那我們就可以了 這樣子還公平嗎 第二點 如果延長這個比賽 就是延後初選 是為了要舉辦臨時拳戴會 然後來讓這個過程當中 霸王條款能夠上場 霸王條款是換掉參選人 這個根本不用霸王條款 因為現在根本還沒有參選人 還沒有提名任何人 因為初選還沒進行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初選還沒有確定提誰的時候 開一個臨時拳戴會 把人換掉 來清德自然會被換掉 至於我所講的最後一點就是 蔡總統不要再用這樣子 上報講了一個新聞 你出來說諸多不符合事實 到底是哪一些 昨天晚上在你們這樣子 連續抖了一名三場記者會之後 可以算是滿大 就近年來罕見的政治風暴以後 你又看到了一個獨家 又講的言之作作說 如果不退的話 中職會如果延後初選的話 總統可能要退出民進黨 然後講完之後 再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不對 到底是對不對 說不定真的 今天最後中職會繼續初選 總統真的退出民進黨了 晚上就退出民進黨了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剛剛給大家看 前一次的民進黨的 對不起 總統府的發言人所講的 否認的那個上報的獨家 其實那些獨家的內容 最後都在總統的講 都講出來了